再來看宜蘭館有議員調查 發現說 國中夕學生中島吃吃酒 營養是不夠 中島等都存很多菜 這就是很多份 這句說 管政府正前調查說 營養午餐的萬一度有高下 跟熟悉就差這麼多 營養也是不減少 流很多份 營養午餐在家零食材 營養最部份 無合格率83.33% 要學校中島斷溫度更多 睡眠更多 在早上已經準備營養午餐 關中夕標室已經開董 就第一次 剛才前幾位 請餐餅總庫才跟學校協助 他們開館剛才讓小孩吃好又吃健康 我們也是針對學生的口味 來去做一個廚藝精進 那我們也推出了一個 一個叫做廚藝精進的計畫 關中夕標時 將對中島斷的品質 一條肥肥肥肥肥肥 若中斷分量不夠 若接受歡迎 早下的馬上報 這幾年幾年 本來龍開始已經降到3% 請給保點處理相關科系 都能改善完成 記者綜合報道